自第一颗卫星发射以来 人类就没有停止过对太空领域的探索 而月球作为距离地球最近的天体 不光是人类进行科研探索的宝地 更是各国比拼科技实力的角斗场 从一定程度上说 灯月也是国家地位的象征 但是在探索的过程中 有一国曾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这给中国也提了一个醒 据媒体报道 上世纪60年代 苏联为了实现灯月计划 开始研制新型N1运载火箭 但是不久后 N1的总设计师 苏联航天巨匠科罗廖夫却不幸病逝 这也是苏联在人灯月史上噩梦的开始 在科罗廖夫病逝后 他在图纸上的N1运载火箭的研制任务 被交到了其助理米星的手上 但是米星的才能显然与科罗廖夫相差甚远 其了解 自1969年2月开始 N1共相继进行次次发射试验 但是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第一次 N1在点火55秒后 因氧化剂管路爆裂 而在空中爆炸 第二次也是最惨烈的一次 火箭刚升空几十米 发动机控制系统就因发生故障瘫痪 失去灯里的N1 重重地摔在发射台上 而此时火箭的陶翼塔又开始颠火 整个火箭瞬间爆炸 现场收起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周围的建筑物都被撕毁 150多名科研人员 在这次事故中不幸遇难 此后 苏联又进行了两次N1的发射试验 都是升空不久就发生爆炸坠毁 反攻美国 阿波罗11号飞船成功登上月球 而N1借礼战旅败 这粉碎了苏联人的登月之猛 最终苏联不得不取消整个登月计划 不过苏联的惨败 也给中国的登月视野提了一个醒 据事后调查显示 N1存在一个致命问题 那就是使用了大数量发动机 为了拥有足够的推力 N1捆绑了30台小型发动机 其中6个安装在中央提供侧滚控制 其余24个在外部形成一个环 公正师们认为 如果就算其中一两台发动机罢工 也不会对整体产生太大的影响 但是事不随人厌 30台发动机必须紧邻 其能稳定振动和控制平衡 而且一旦一台发生故障 就容易引发连锁反应 这些不合理的设计 最终导致了4次N1的大爆炸 而美国阿波罗11 采用的是截然不同的设计方式 只安装了5台大型发动机 正是这些不同 最终导致美苏两国 三人登月视野截然不同的结局 中国应引以为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